下午的第一場演講 就是有關於 Business Ground 的這個介紹 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臺北科技大學 Business Ground 團隊的 歐國豪先生來跟我們介紹說 Business Ground 怎麼樣應用在 團隊開發的這個軟體有什麼當中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歐國豪先生 大哥 什麼來拍 看一下 看一下 嗨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要先跟大家道歉一下 其實剛出貨他來接那個 作者那個確認的那個戲的時候 我們就只是確認題目 那其實我們要講的其實是 Skwong 團隊 當一Skwong 是我們在 我們每顆我們在推廣Skwong 的一個team 那我最主要講的是在Skwong這個流程裡面 他反對他的工作 他有哪些優點 以及我們覺得 我們在Skwong上覺得不錯的地方 好 那我先示範介紹一下 那我之前是在台北科技大學的Skwong團隊 但是在台北科技大學上的確這個比較配念經 他們講都還不錯 那所以 那日證書 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會開始使用Skwong呢 那最近開始 其實是因為我們 第一的Skwong老師 他就覺得 欸 我好 這個好像可以用 我們用看看好不好 然後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了 那當然 在我們 在我們在研究 看過的時候 其實MaiSkwong很特別 那 第一個 他簡單好上手 他其實還有東西 跟我們以前在聽到的 像CMai啊 或者是我們 如果有上過晚後的課 或是一些文章的話 他不會讓你說 你要畫什麼 設計圖 分析圖 他沒有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流程 然後讓你可以去用它 並且他非常感性的 可以去擴充它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覺得Skwong 他整個流程 造出一個很合適 軟體工程師工作的環境 好 那我們團隊 我們用Skwong 因為大家很多 大概從兩年前開始Skwong 那我們失敗了 所以真的無數次 那我們失敗有哪些人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開發團隊就一個人 一個人抱著Skwong 那不是Skwong 再來是 我們好不容易湊齊 人數之後 我們可能把我們團隊 整個大都四個人 那可能到後來其實 我們就一個人來 告訴我們 我們要到Skwong 我們到Skwong 那到後來 根本沒有人記得Skwong 是什麼東西了 Skwong 在我們Skwong裡面 我們Castball的東西 在紀錄我們的工作的狀況 也工作的進度 到後來 我們那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擺板 把他掛 掛在我們牆壁上 來畫 來直接畫 後來他掉到地上 沒有人跟你講 失敗 再來是 你有沒有很想 Pareful Gaming 失敗 為什麼呢 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剛開始 推行Pareful Gaming的時候 大家就像以前 什麼 看到小學 還看到男子跟女生在牽手一樣 哎呀 男子跟女生在牽手 當我們的團友 有兩個男的 坐在一起 擠在他們一個螢幕前 在一起寫成色的時候 旁邊人看到說 哎呀 你們那個Pareful Gaming 什麼鬼啊 所以到後來 大家可以Pareful Gaming 那種意願 就漸漸的 漸漸的降低了 這為什麼要被人家 用那種奇怪的眼光抗大 所以失敗 那再來是我們 AE時光沒有正常入座 就是我們時光的流程 雖然我們到後來 我們見面上回到 那Pareful Gaming 因為大家很習慣 就比較沒有一樣的眼光了 那到後來我們 開始變成說 我們時光的一些裡面 他希望我們 我們的流程沒有很 我們沒有很確實的在搞他 就AE時光 那後面會講他 AE時光是能力他的重要性 所以是失敗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需求 我們的需求比較入色的Story 那我們就說 實在是太模糊 失敗 然後再做我們工作切割不清楚 失敗 那你會發現說 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時光根本什麼鬼都沒有 那比較後來的 因為到後來我們覺得 我們的失敗越來越小 雖然你知道說自我感覺良好嗎 那我覺得 到底是怎樣 到我們覺得 我們的失敗越來越小 雖然我們的時光一直不完美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是有在持續進步的 那這是從我一個 我很喜歡的動畫裡面 看到的台詞 我覺得他最開始的 形容失光 就是我們 我們以前一分鐘 我們更為進化 那每旋轉一回 就能稍加前進步 那每旋轉一回 像我後面再來介紹 我們旋轉一回的意思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 到後來我就覺得這句話 真的是非常適合 形容一個時光團隊 所以我後來就取出 我後來就取中間一句 來當作我這次題目的名字 那到份運動時光 我們案子見得越來越大 我們就跟我們 一直在合作一個廠商 我們就跟他說 欸我們下一次 建議的案子 我們用時光來動畫 你跟我們一起幫你時光 他們也很大膽說 好阿不開下飯了嗎 那所以我們接的這個案子 他其實是一個 Android的利用程式 但他主要是 要開發一個 Webdate的開發在Android上面 那這個Android上 我們後來 我們找了五個人 來做開發 我們團隊五個人 然後他只能開發 時間是兩個月 那最慘的是我們五個人 我們竟然就一個人 有Android經驗 我們正幫他來 兩個人接的案子 然後所以包括 然後到後來 我們前次開發的 大概是四千多行 其實不算大 但是裡面有一些 技術級 我們覺得還蠻困難的 然後 那總結 先總結一下 我們覺得 在這整個 我們接的案子的過程中呢 Square 最主要改善了 一個是我們團隊內部 開發的模式 以及我們跟客戶的合作方式 我覺得Square 對我們用的案子 用Square的案子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 好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Square到底是什麼東西 本人請問一下 有聽過Square的人請舉手 放好多讚 分太棒了 他有沒有看到很多人舉手過的 好 那你們的調和氣 我總共一起上面公平下來的 那只要知道Square 其實是敏捷開發發的一個分支 算是他另外一個分支 他比較有另外的分支 像大家想知道什麼 去Programming XP之類的 那這樣都是敏捷開發 敏捷開發的方法 那 照過一集的介紹 我直接用這個 整個Square流程度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Square是什麼東西 那Square它其實很簡單 它主要就是 我們先從我們人的角色來看 Square把我們人的角色 就變成很大 就把我們角色分成了四個 那四個 就是我們看到第三個Stateholder Stateholder就是我們一般來講的客戶 他不重要 先不要理他 那再來就是我們團隊裡面的人員的話 我們分成滑刀 Square Master 跟Square Team 跟我們的Team Member 那Square Master這東西 是 Square連產有的 他是專門負責說 我要維持我這個Square 這Square團隊 它Square流程運作的順暢 那所以這個角色 可能在一般公司也就不會看到 那我先把它踢掉 那我最主要是講說 那我們巴达功能 跟我們Team Member 是怎樣對應的 那巴达功能的角色呢 他在Square裡面 他是負責 負責一個產品的承擔 所以他必須負責去跟客戶溝通 了解任務所想到的尋求 然後 並且 就是做客戶跟Team Member 之間的橋梁 然後最後這個產品開發 其實都失敗 全都有巴达功能 他在負責的 那所以他的角色 在辦公室來看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像PM的角色 但是他跟PM 又有一個有一定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PM啊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同學跟我抱怨 就是 時程都是PM高興函的 所以我發生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現在遇到的情況比較少 他跟我說 我們一個軟體的開發時程 我們要做多久 通常就PM決定 但是實際上 真正在做的是誰 我相信是Team Member 那所以在Square 在這方面 他就將開發時程的預告 這個權力 下放到我們的Team Member這邊來 那我覺得就是 通常角色上 都不一般 一般那個公司裡面 可能那個專 那個PM角色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Team Member的話 就是我們開發的人 那通常我們開發的人 我們希望他就是屬於這一個Team的 我們比較不會希望說 他是會去一個兼職的情況 像我知道在台灣 好像很難 有人是可以不用回兩個專頁以上的 我聽到的 聽到的例子還比較少 那再示範一下 我們希望可以要看情況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減少 Team Member在做 那個 轉換 轉換之間的浪費 因為 像以前我說過 我也是有知道 ContactSwitch是非常好支援的 好 那通常我們看到 剛剛我講 欸對喔 對不起我還沒講完 那剛剛講完整之後 再來我講流程 那流程 你們可以看到 最前面這邊 就是我們的 PuttaBama 我們的客戶訪環и的需求 他需求 把我們訪環출去了 就可以找到 其實這種東西沒什麼 想不起 他是必須的需求清單 你這樣想就好 那 explosives if their students 我們去 實況 通常我們這樣一個 一圈 這個流程 我們稱為一個screen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旋轉 那通常這個screen 他的週期 他 זהğ 它在 prophecies大概是 一到四個禮拜而已 就是對場 不會超過一個月 那在這週期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是我們Screen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Screen Planning 那 Planning就是確定我們的需求 就是我們跟我們的花刀們確定說 因為我們這Screen沒有要做那些事情 然後再來我們會把要做的事情 想要Screen Mail Open裡面 再來就是我們 雖然我們的Screen就算開始了 那開始的中間我們每一天 我們會做一個叫GaySquad的東西 GaySquad它其實是早上的一個會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一天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Team Member 都可以提時互相去交流說 欸他昨天做了什麼事情 他今天準備要做什麼事 算是讓我們的團隊裡面 大家的資訊可以披傻 然後這Day isquad 那再來是Screen Review 那Screen Review 這個是在Screen最後結束的時候 會要做的事情 Screen Review呢 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的花刀們一起來 那我們就是Demo 我們在這個Screen裡面 完成的產品給他們看 然後當然在Screen裡面 他會希望說 你在哪個Screen裡面 做出來的產品 他是可以Walk的 不管 就是他可能是沒有哪些功能 但是他是 我這Screen做的功能 不是要可Demo可Walk的 不是說Demo說像 欸我資料庫設計是這樣 他其實不知道Demo可以換 他說Demo是產品一部分的功能 然後讓客戶看 那這樣Screen Review 結束之後呢 就客戶看完之後 我們團隊內部自己 還會造一個特點 比如說 飛機服的回顧會議 有點類似 你要說檢討會嗎 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反正像是說 待在一起想 我們團隊要怎樣才可以改善 的一個會議 那這樣我們一個Screen 這樣就是一個Screen 一個結束 那通常呢 講完這邊之後 因為我們Islam 他就有時候會去一些公司 去推廣 或是跟一些Talk卡 那他們就會有人這樣說 欸 那這樣其實跟我們公司 現在這段的關係很像啊 那不就是 需求 然後需求寫需求 然後升級升級 做驗收 那最後可以不改善 那就被我來定一定啊 那大概就這樣可以 那這樣吃光就這樣可以嗎 那說明也是都吃光啊 那可以你呢 就PMA公司開要求嘛 然後不然他開Log 我就拿一邊 所以那些神器 我們公司也有 沒提示就可以 關於什麼了不起 然後Daddy's Run的話 那不是我們公司 我們每天早上 我們會提早到 跟我們的主管報告 那這樣就是Daddy's Run 然後Spring 都得不到的口感 Spring就是這樣而已啊 那為什麼我們的情況 一點改善都沒有 那所以 那其實呢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只是Spring的一部分而已 我覺得其實Spring 它就像我們以前 工藝課 不知道大家工藝課 我們有花過一個叫 三次圖的東西 Spring 就是我要畫一個 我要畫一個 立體的物體 然後我要從正面 側面跟上方去畫它 應該有吧 我應該沒有拖接那麼久吧 對 但是我覺得Spring 它其實也可以 從這三個方面來看 那Spring的Spring 我覺得應該是 我可以從軟體流程 然後以及 在Spring裡面 在一人之間互動 以及這個 可以用持續進步的力量 這三個方面來看 這三個方面來看 好 那我從前先講 軟體流程 軟體流程 我大概介紹一下 Spring軟體流程 那隨意Spring 它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有 反正需求變更 那我誤不說 反正需求一定會變 我就一定點接受 不然怎麼辦 他就 怎麼講 反正需求變更是很大 那通常我們再接 我們剛剛講的Handroid案子 我們需求變更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寫了 我們把它需求整體成 22個User Story 就先把他翻個單 22個需求來 22需求 那在我們再次兩個月光的中間 他給我們增加了14個需求 然後 並且21個需求 有一半以上都改過 真的是 那 剛剛通常要加需求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有相似產品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們就會說 常常都到一半 他們都記得沒有 欸 他們某某產品的歷史 他們又更新版 那他們有新功能 我們也要有 那所以有到後來 我們都會自己去追 那個他們競爭對手的那個 產品更新 只要他們一定的歷史 我們就知道我們頭大 通常這是需求增加的原因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老闆說怎樣 欸 老闆說這個東西 他看 他不太會用啊 他不會按 那個smartphone要怎麼用 哇 好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改的 比較容易用 是大一點點 那通常老闆說 就決定了 也決定了很多需求 變更 就是我們這樣頭頭 好吧 雖然頭頭歸最痛 但他還會被我們買 誰可以接受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客戶 他也不清楚 他要什麼東西 應該說 他可能知道 他想要的是一個 怎樣功能的產品 可是他不知道說 我這個東西 他裡面的 實作 或是我真正想要 呈現出來的樣子是怎樣 其實這客戶也不知道 所以這就造成我們需求 大量變更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 這可能是 一般在做軟體的時候 常會遇到的狀況 你要說做軟體嗎 像以前做 像以前Waterfall 那種流程一樣 我一開始有 把需求體美美的 然後我就照他去設計 去把它做到完 其實這東西已經 到現在可能已經 比較像是 天方月臺的情況了 因為畢竟現在 現在新的技術 然後 或是一些新的硬體 更新的這麼快 其實需求不會很會變更 不太可能不會變更 那所以我們時光裡面 我們是怎樣去應付我們的需求 變更的情況 那就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一個時光 我們是短週期 我們只會一到四週而已 那我們 像我們自己 那我們的經驗 一到四週 這是官方建議 那我們自己在做 我們都有吃過 那一到四週 通常我們先從四週的開始 那人總有多心 通常四週的話 我們都會把我們 要做的工作 留在最後的二十 那一個禮拜再做這樣 就是我排名字八十 在排名字二十 最後排名字二十 的時間完成了 這個 這個我們覺得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後來省氣了四週 那三次技術不好記住 我們直接跳過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 一週跟兩週 那一週的話 我們可以 一週的話 我們一開 一週我們覺得 壓力很大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一個sprint裡面 我們第一天 我們要sprint training 一開始我們要sprint training 最後我們要sprint review 如果是一週的話 就是我們禮拜一 sprint training 然後禮拜五 就要去demo 這整個壓力很大 所以我後來 我是用兩週 那兩週 兩週我們就比較剛好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 然後可以快快樂的放人家 然後我們在下禮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 才去demo 就整個行程的那個 節奏 比到不會讓我們感到緊繃 所以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選擇兩週 那我們每兩週呢 我們就會 我們每兩週 我們就會看重新做的 每兩週就是一個sprint sprint training sprint training 那sprint training 有做什麼事情 來應付這需求的 就是五花大王呢 就剛剛講的 負責業需求人 他會去調整 整個需求的優先權 他會決定說 這個sprint 哪些需求是比較重要的 那就先做 那所以如果客戶有需求別分的話 那我們可以跟客戶溝通 並且跟團隊一起溝通 來決定說 哪些需求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 那可能客戶覺得很重要 他替你覺得可以做起來很快 那這些東西 可能跟需求 那個 沒有限權比較高 我們就不要怎麼做 那就這樣 兩個禮拜的感知 兩個禮拜 應該說兩個禮拜 我們會重新平復一次 兩個禮拜我們會重新平復一次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應復需求變更這種情況 那我們覺得其實還算不錯 再來就是正好 因為 再來就是正好 那雖然我們 我們接受需求變更 但是某一個程度 我們又要隔絕來亂的 沒關係 到有些 做工 客戶他們都 他們 那個案子 他整個窗口都有塞的人 然後每個人 他可能 你看到一個新的東西 要跟你說 我們要這個 然後逼他運動 記得說 比較這個 系列跟做比較這個 他們長方向都太一樣 那所以 我們 雖然我們接受 需求變更 但是我們在 screen執行的中間呢 我們並不會去更改 我們打算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screen執行 一開始之後 我們就會 這個screen執行 我們要做的工作 我們就不會變更了 那如果你要加新需求 可以 我們下個screen執行 讓你評估 或是你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決定要幫你做 那這樣是可以減少做我們裡面的 可以減少他們受干擾 受干擾 受干擾 因為 就被干擾真的 就是很大 而且會影響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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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其實有個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做的實驗 其實人並沒有你想像中的方向感那麼好 通常如果我們不去一直更新 更新我們的那個觀測 譬如說太陽、行星或是目標物的話 其實人是很容易會到全的 這是有證據的 所以我們覺得 所以我們是隨便實況裡面 他會一直去希望說 你可以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好,再來人員的方面 那在人員的方面的話 這個是 之前看了一個統合那個節目 如果高校棒球女神經理 說比特朗拉克 那跟比特朗拉克 那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就覺得說 欸,他如果我們工程師看做比特朗拉克 那如果工程師看過的話 他會知道說比特朗拉克在1959年的時候 他就預算到現在這個產業這個情況 應該是一個知識經濟、知識工作者 他都記住了知識工作者的這個詞 那知識工作者他是什麼東西呢 他就像我們現在的服務醫生、律師啊 或者是我們現在管理開發的原因一樣 所以我們是依靠我們的知識 去創造東西或去產生東西 那知識工作人哪些條件呢 就是他必須要自己自己不斷學習 然後並且可以 並且在管理知識工作者的時候 也要自己管理 那這跟時光有什麼關係呢 那時光裡面的話我覺得他 他都非常符合這樣一個 知識工作者的環境 就是說我們在團圓圓團 我們的team member啊 我們有Spring planning這樣的溝通管道 對於時光炸功的狂藏一定是說Static 因為平常你要叫人自己去溝通 這裏去Talk其實很難 那如果沒有一些活動或一些medic 有一些契機可以讓他們去 探索預言的話 所以會非常難 所以時光裡面 他就用這幾個活動 來增加我們的team member之間的溝通 然後並且我們在Spring review 我們專業可以提供一個Spring review的活動 讓我們的team member有機會 跟我們客戶溝通 因為其實軟體其實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 跟以前在做一題不一樣 就是我只要Static挺好的 我只要啪啪啪啪啪 每個人按一下 可能也沒那麼簡單啊 就是東西就會出來了 像生產線那樣 那其實軟體開爆 他其實是很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合作 所以在時光裡面的話 可以說可以用這些活動 來強調說 來創造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配偶火閨民 那在...不好意思 因為是我同學的照片 哪來再等一下 那在...其實配偶火閨民的話 其實在時光裡面都會希望 說你可以創造一個好的配偶火閨環境 那所以呢 我們的實驗室 或是我現在的工作環境 現在工作也是用事 我們團隊也是用事況的狀況 我們可以在辦公室不一樣做 我們沒有個版 我們把個版全部打掉 然後到我們的整 可以很自由的 就到別人旁邊 去進行一個 或者是進行一個溝通 詢問 教學 訪談 大一大大之類的 就打除了那些隔閡 讓人員溝通變得更為的順利 對那我覺得這次光對我們人員之間的互動裡面 我覺得他是對我們一個改善 好那再來是推動持續進步的力量 不好意思我實際上我們才會夠會講快一點 那在推動持續進步的那兩邊就是我們實況面的 Retro Stating 那通常的話 Retro Stating不是這麼活動的 其實因為這一段的問題 大家的成員不會有 他是實況面有的 才有的 所以大家 比較常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Retro Stating比較怎麼做 那在我們自己團隊裡面 Retro Stating的話 是 我們的回覆會議 並不是那來代表某些人說 為什麼你扣起來那麼醜 為什麼有用那麼多Forward 為什麼三個Forward 僅僅在一起 這類的 我們不代表什麼事情 我們主要針對是在 我們流程 我們在這個Street裡面 流程 好的部分 我們請大家提出來 讓大家有認證說 這個東西是好的 例如說 我們可能最近用了 用了什麼 用持續轉的系統 然後有人覺得 這跟我們流程改善一方 他覺得是一個好的東西 就把你提出來 那我們希望可以繼續維持 然後再次流程中 要改善的地方 那要改善的地方 可能會像說 像我現在工作 我之前可能 因為大家都在測試 測試Database Database的機器 很比較老舊 所以很慢 那很慢 他給我們要測試 拿到數據就很慢 所以我們在我們推進 就反映說 我們可以 在我們Database的機器 我們是不是可以多增加幾台 那這樣我覺得 是可以有助於我們 在Screen的動作中 我們可以更加快速 或是更加高興 心機器就很高興 對啊 所以 我們就說 我們大概是這樣的做法 那我們覺得 其實這樣對我們的 改善也蠻好的 我覺得是值得推薦的方式 好 那順便提一下 持續轉的 那持續轉的話 我們是用 你現在上面看到的 就是Hazer 那後來我們 就跟著Hazer 解說什麼 後來我按Gengiz 剛好下一集 就會講 其他人就說 那Gengiz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好的東西 他好在講 對我們而言 我們可以在 我們可以 螢幕上看到 我們的報告 因為我們可能有做 用Unitest 那我們可以看 Unitest的 成功率好像很不錯 然後可能 不用這個是 Churn Style Churn Style 非常淒涼之類的 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算是一個 一個 訊息吧 讓我們可以 不斷的看到說 我們現在的 情況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好還不好 那 知道這些情況之後 我們就會比較有 意願說 我想要讓他變得更好 或者是 現在不好 我想要把他改善 例如說 這是我們Core College 但是剛才是真的 非常氣然 剛才就已經不會飛了 那就是 紅紅的 大家看到非常刺眼 就忙刺在飛 所以到後來 就也會促進 我們想要 國際已經 Test了 或是 然後讓 Core College 增加這樣 好 那再來 Squad好說講完了 那在 5分鐘 快速的講一下 Squad 如何開始Squad 那Squad要怎麼開始 其實他開始 他的需求 要進行 像一些可能 CMI 要做什麼 要拉一拉 品件 文件 文件 書之類的 他並不需要這些東西 他要什麼東西 白板 紙跟筆 就這樣 那我們這些東西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一個 Pastbook 我們只需要這東西的 Pastbook Pastbook做什麼呢 可能 要請詳細 參考一下 有關於時光和時文 他主要就是 簡單講 他只要就是 秀出我們現在 團隊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東西 非常重要 而且最好用磁鐵 不要用電子的 希望我們做一個電子版的 那這個東西 他 我們會踢到反對的附近 大家可以隨時都可以看到 讓他知道說 我們現在看這個情況 我們覺得這幫助非常難 就這樣 然後 如果看了一點的話 我們也要拿鐵櫃來貼 就不用擺打 我們也要用鐵櫃貼貼 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 推就對了 那 PainPoker的話 這是另外好玩的東西 不過時間不夠 對不對 希望先跳過 那再推薦一下 如果你要做時光的話 那推薦的話 IOS 這個是麥康寫的 應該是 我沒看錯 麥康寫的 他一定有講一些 時光導入的經驗 分享 他而且他都是導入一些公司 然後可能要對一些公司 去做個挑戰 之類的 這本書 更多的公司想導入 非常棒 然後再用三十多 叫引擎需求 然後持續長呢 這個教你 怎樣去做持續整合 好 剩下大家自己看 所以然後 順便推薦一下 麥康寫的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下載來用看看 然後可能有好問的地方 那 可以的話 推薦一下 Teddy Teddy 訓告 效果能工 他算是我認識的一個 在時光裡面 他非常 非常親身的 其實講 其實講裡面 他現在 他就是我現在的主管 對 那除了 時光 除了一些反共的方面 他都會有提到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Facebook 然後再來就是 時光community 台灣 這裡是Facebook 好 完 就這樣 哇 哇 哇 謝謝 所以我剛剛說 我剛剛說 劉慧柔 去現場有沒有問題的 好 好 請 喂喂 那個我想請問一條 就是你前面有說 在Scrown裡面 那個你們工作 就是你們在產 產出Prada的時程 是由北京人們來決定 對對對 對 但是問題是 其實平常我們在談案子的時候 那個實際上 客戶他是不跟你來這一套 他是在一開始 還沒有開始做之前 他就要提到你的承諾 像是你兩禮拜 像是你兩月 你就要出一個 你要出個Android 那你那個時候就是要出一個AP 那中間他在 他在做 需求 他要改 或者是 不要做的問題 但是他最後不廣 他到那個時候 他也是要那個東西 那這時候 我們在到Scrown的時候 這不是跟原來裡面 那你怎麼處理這個 所以現在在Scrown裡面 謝謝你 那像在Edra裡面 他提了 他其實在Edra的簽約方式 會比較不一樣 他在簽約 他提到的是以示程來簽約 就是我 就是包了這個圖 對方一座在一起 然後就是做兩個月 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類似這樣的約 然後裡面 我們可以幫你做什麼 我幫你做 就做兩個月 那所以他簽約方式 比較不一樣 我知道在台灣裡面 可能再到這樣做 是不太可能 所以這比較變相的方式的話 或許我們之前有聽過 就是他可能是 把他們的產品是 切成幾塊 然後每塊錢 十元這樣 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然後在剛剛提到 把時辰留給 他們去公寄 應該說 像你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把我們照時辰來簽約 那大家最安心都說 那要是團隊團隊怎麼辦 就是 故意就是可以做慢慢的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我只能說 那你真的遇到一個不好的團隊了 就這個 應該說時光 他沒有 過時光飛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幫你買個蛋的團隊 變成一道好的團隊 但是 他可以讓你盡早知道 這個團隊很爛 因為 因為 你可以 整體 有些資金都很高 所以如果 一開始 如果你在去 比如說你客戶 在做Street Review的時候 你就覺得 這個東西 已經是你能接受的 他就會 進早時期 這個團隊 大概 不知道這個問題 有問題 可是這樣 有客戶嗎 就是看到到 開始做了 開始付錢 然後終於發現說 你買買買買買買買 而且你又沒有違約 就是他其實還是得付錢這樣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時光約約簽的比較 就是我可能不是 對 我怎麼會跟你簽 簽這樣 他只要簽約 就是說 到那個時候 我就先把他簽了 對 對啊 是這樣 沒錯 但是 我怎麼講呢 做東西其實就是 我們常在講的是 金錢 品質跟時間 你時間壓縮了 金錢壓縮了 因為我唯一只能這樣 對啊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這有點像是一個 的循環 那 所以 你要問我說 我現在有辦法的感受 或者是說 沒辦法 我們希望是可以推廣之外 從不管是客戶 或是開發團這邊 其他人了解說 不行 所以他也只能 建議在這場面 對吧 大概一整 好 各位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了 請讓我們再次掌聲 願意謝謝 歐廣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是我們工商 工作的時間 最近的事情 請各位宣談一下 第一個 在山頭的周浪 有按 Conference的台報 各位 可以坐空去看一下 你的興趣 那如果你想要參加的話 可以再等一下簽名 還有來你秀的部分 那第二點 如果說 你有遺失東西的話 就可以到山頭的資訊 出來教練 或者是 如果你有撿到 每個人都可以收到單元 那下一場呢 是我們 Nesolin的 使用 Check-in 持續提升 UPUM Android 應用程式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我們 到下一集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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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